而一生圆满之因 则末后 扑行行愿品中 设大愿望 倒归岸阳 岸阳就是极乐世界 前一次 劝进华阎海中 华阎海会 的大众 也就是摄放世界 修行 超越 摄法界 都到哪里去了 都到华藏世界去了 就修一般的法门 都在华藏世界 华藏世界就是 皮诺贼那佛的 摄包转眼图 文殊破显 率领 华藏世界 这一些 四十一位 发生大死 到极乐世界 这无比的树神 祝佛菩萨 这个海量 心包太虚 两周杀 我们要学习 我们的量 也是这么大 你想想看一般 我们以道场来说 把他所小 这个道场里面的修行大众 如果有人把他带领出去 去到另外一个道场 去学习 这个道场的主人 能欢喜吗 我们的人 怎么能把他都带走 皮诺贼那佛 不然 看到文书 浮衔 把他们带到极乐世界去 去拜阿弥陀佛 欢喜 认为他们做得好 做得对呀 原因是什么呢 在华藏世界 修行 四十一个位置 也是数处啊 到华藏 到泥陀极乐世界去 那四十一个位置 可以横处 换一句话说 在时间上 大幅度就缩短了 菩萨成佛 那个时间缩短了 好死啊 所以 毗诺贼那佛 欢喜 一点障碍都没有 一丝好基督心都没有 做对了 我们也是看到这个例子 回头再细心去思维 去观察 极乐世界有大道理 太深了 我们不能懂 不能接受 是我们自己 牵薄 看到 这些情景 了解了 再深入 慢慢就不一样了 再深入